蟹糕 身為蟹粉當然知道 秋風喜是吃蟹的好時機 不過蟹粉吃得多、聽得多 究竟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讓我進去問問師傅 風哥,我想問蟹粉是什麼? 蟹精素擦出來的肉和黃就是蟹粉 這裡全都是蟹精華 蟹精華 通常什麼時候擦出來的蟹膏 是最好吃的呢? 通常十月後, 天氣開始轉涼 成為這個時候開芋 通常這個時候的蟹準備要過冬 所以蟹膏和蟹黃 就比較飽滿和香滑 那什麼類型的蟹最適合蟹粉? 說到蟹當然是蟹 蟹我們也有分 有公蟹和蟹, 我們通常用蟹 蟹蟹除了過冬外還要繁殖 所以蟹膏和黃就比較飽滿和香滑 炒出來的蟹粉就比較香口 還有有咬口 顏色和賣相都比較好 說起蟹粉, 第一時間想起蟹粉小籠包 師傅, 風哥, 可以過兩招來嗎? 好, 想我去, 跟我來吧 說到小籠包, 最重要是食材和手工 在餡料方面, 我們選擇上等的梅肉 然後湯底方面, 我們會有金和火腿 雞殼, 鮮雞, 桶骨 慢火熬四個小時, 攤凍就變成皮凍 小籠包的湯底 說到手工, 蟹粉, 我們會用避製蔥油 爆炒, 去剎腥味, 令它更加回香 到包皮方面, 皮我們會用傳統的手援 分開三步驟, 搓推折, 即是搓面, 推皮和折皮 加上我們是即來即蒸的 至少也要自16碟才合格 蟹粉小籠包這門傳統手藝 我已經學了 不知道有否一些心派小小的 我可以偷師呢? 心派小小, 嘗嘗蟹粉龍蝦湯泡飯 傳統泡飯對於上海人來說 算是一個家常菜 而我們這次推出這個泡飯 就想搞少許新意思 中式的食材, 再加西式的烹調元素 務求令湯底鮮上加鮮 這次就用了西式的龍蝦湯貝這個蟹粉 蝦肉, 雞肉等等的材料 我們會加入不同質感的食材 爽口的炸菜粒, 糖芹粒 還有有咬口的冬菇粒 增加不同的口感層次 大閘蟹始終是河鮮 它有一點腥味 我們傳統會用蔥油或豬油爆炒 用來披露它的腥味 令它的鮮味更加提升 文哥, 其實爆炒的過程是怎樣的? 我們來到小隻蟹 我們會將它先蒸熟 然後我們會將它攤冷 然後讓它退一退水 再將蟹殼拆掉 留下蟹肉, 蟹身, 蟹膏, 蟹爪, 蟹鹹 我們會分批去處理 然後我們會將一個廚家製的秘製蔥油 我們會將薑米, 蔥白, 爆炒 蟹膏, 蟹黃, 蟹肉和蟹爪 我們分批次序放下去爆炒 令它的香味更加香濃, 濃縮 我們另外出餐的時候 我們會重新再爆炒一次 令蟹味更加會留在湯裡 在嫩滑的蛋白上加鮮蟹分 真蟹蟹還是蔡蟹都這麼鮮嫩 還有這款蟹粉水餃手製拉麵 用上蟹粉肉坦包水餃 蟹粉做湯底 配合純手工魯魯拉麵 秉承一罐手製深造理念 將美食呈現給各位蟹粉 喜歡吃蟹和上海菜式的蟹粉 千萬不要錯過這場充滿鮮味的蟹口